113年第二季合理团废发布记者会继媒体春久 台湾传播媒体协会中华时报社 你会哄影视传播记者 陈建明 杨艺之202402 29台北报道 随着疫情趋缓及世界各国对疫情的松绑 许多游客已纷纷在规划旅游行程 同时一场疫情改变全世界人的旅游方式 品宝协会为保障消费者权益 为旅游品质把关 今年将扩大举办旅游业奥斯卡奖 国际金旅奖 鼓励业者创新更多优质行程 以提升旅游品质 为此品宝将陆续与各国驻台旅游推广单位合作 举办各国优质行程双认证 提供旅游消费者出国旅游参团时更好的选择 优质行程双认证第一个合作的国家是韩国 品宝协会与韩国观光公社 为鼓励旅行业者包装优质韩国旅游团 提供旅客不一样的韩国行程体验 包含安心景点 主题体验无负担购物等等的规范 尤其韩国是国人非常喜爱去的国家 每年有超过120万以上人前往旅游 未来不仅旅客人数增加 品质提升才能获消费者肯定 为让旅游消费者能安心出国旅游 本次记者会特别邀请金钟双料旅游主持人温世凯先生 分享他以后出国旅游的心得及所见所闻分享 让旅游消费者在规划参团行程时能更了解而安心出游 旅游交易安全提醒要点 提醒旅游消费者报名参团之前 不要注意以下事项以保障本身的权益 这应慎选合法的旅行社且为贫保协会会员 牛头及靠行招揽无保障 二在选择产品之时要了解产品及契约之内容 参考合理的售价是一分钱一分货的原则 慎选适合自己的行程 三、参团记得与旅行社签订定定型化旅游契约书填写签章要齐备 特殊要求约定清楚写于契约书上 四、节清团体旅游费用后 一定要索取旅行业代收转付收据 并请旅行社提供机票票号 向航空公司确认机票状况 五、付款前亲临或打电话到旅行社确认业务员身份 现金付款者最好亲自到公司缴款 六、支票付款需具交易旅行社公司抬头 汇款、转账、刷卡前需确认对象是否为您交易的旅行社 七、购买旅游票券时请留意该票券是否以依法设定银行旅约保证 该票券是否为提供服务之单位所发行 例如、饭店住宿券应为该饭店所发行 非饭店所发行且为依法设定银行旅约保证者 对消费者的权益没保障 八、与非合法旅行社经营的网站交易没有保障 网路购买旅游产品 请认明旅行业合法网站认证标章 或由贫保网站连接至各旅行业合法网站 九、外出旅游有种重风险 旅行社依观光局规定应办理责任保险 仍建议旅客出国前了解几身保险 如旅行平安险、信用卡附加保险等之权益 范围、额度、理赔要件已被不时之需 十、许多传销事业并无取得旅行业执照 其极由旅游为传销商品 以多层次传销招揽消费者入会属违法 对旅游消费者没保障 请消费者留意 欲了解各线旅行团参考价格 精致旅游行程 你会红影视传播公司 制作人陈建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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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的做法 诚如红衣旅行社的说明 那我们认为 年代旅游是 罔顾旅游消费者的权利 图立红衣旅行社 把责任推给品宝协会 这个伤害全台湾4000家旅行社的形象跟利益 那我为什么说 他这个是 呃 言很大呢 因为 第一个 对于年代旅游 他有 他跟星宇航空 包机有300多个位置 那其中有60个位置 是转给一个转包业者 剩下260个 这260个位置 他已经分别收取全额或部分的定金 那他现在说 为给红衣旅行社来处理 后续出传事宜 如果诚如红衣旅行社的做法 这很奇怪 红衣旅行社他第一时间 把这些机会哦 在同业的群组转卖 那 平保协会发现说 诶你怎么没有 先通知那个 旅客呢 所以我们给他警告 你必须要先通知旅客哦 所以他才通知了旅客 那接下来 旅客到红衣呢 红衣的说明是 你缴全额的 还必须要再缴 差额 才能够出传 各位 那这个跟 第一批的丢包 在护国堡丢包 在护国岛 200多个被丢包 有什么不一样 只丢包的地点 不一样而已啊 原来的丢包在护国岛 现在的丢包在台湾 里克已经缴钱额了 那你如果红衣旅要承接 他的出团义务的话 你必须要 概括承受 带里克出团 怎么能够还要叫他再缴差额 他所谓的差额是扣掉机票款 Land fee 那个Tour fee 还要缴 这个是第一个 顽固消费者权 所以 我们认为 林大金他有两个地图 第一个 因为此案 北检已经分案调查 詐欺分案调查 我想他是演给检察官看 他说喔 他有出来好好处理喔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他演给谁看 演给 演给 演给这个 演给这个同学看 喔 他没詐欺 他还要营运 那好啦 他如果还要营运的话 我们 呼吁 你 那个 连带 在观光署 规定的时间之内 缴组保证金 那 再来 再好好的处理 旅客 或许的 那个 赔偿 损失的问题 所以 这个 议题到这边喔 我们认为啦 我们主张啦 宏益旅行社 承接了 连带旅游的 出传义务 对于佼佼全額的 不可以再加收任何的费用 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对于佼佼定金的 旅客 也不能再加收 任何的其他机票款 这是 贫保协会 坚定的主张 贫保协会 一定 会积极的 保障全台湾的旅游消费者 当然 同时 我们也要 保障 贫保协会 也就是 由全台湾四千家旅行社组成的 贫保协会 这是我们 业者 共同的民生 跟利益 我简单就说明到这边 现在有多少消费者来投诉 有关于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我们的纠纷调组主委来回答 截至今天为止 我们总共接收到 有120件 总共有770位旅客的投诉 要求 平保协会协助 目前是这样 会在要求 统一那边来说明 这个是属于 他们的商业行为 其实 平保这边从来没有指定 或者是要求哪个业者 一定要来承接 年代旅游 他所造成的这个问题 我们的立场 就是陈如理想所说的 就是以消费者的权益 为最大的一贵 至于 有关红毅是否要说明 这个 我们没有建议 谢谢大家